大家好,我是凯瑞 昨天晚上到今天 看到一个消息吧 昨天晚上因为睡觉 我自己也得了病 然后又得了睡眠症 睡眠不太好 所以网上就只点了 就没有自己看 因为他没有声音 只有画面 我不能看 网上也只能听声音 所以没看,睡觉了 然后今天早上就特意去看了他 他的影片内容 就是一个B站来 挨不住就是摩擦 突然就是死了病死 然后得了BI 然后又得了糖尿病 糖尿病BI就切除了 但是又扩散了 发现得了糖尿病实在没有前看病 然后没有买药吃 然后他父母都夸 然后他父母都夸 我那个病就是 我 我就是不管他跑走离婚了 然后他奄奄奄奄奄奄 为了多赔钱 都赔钱款 为了多赔钱把他赶出去了 后来别人就 后来别人就 就给他 就给他 说明他电脑过来 然后给他截击做一些游戏 视频的截击上传 也不是饿死就是病死 我自己也因为生了 得了失眠 老人命 每天晚上睡不到 很痛苦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我家里也不这么管 给家里的药情卡币也不给 因为本来我也没怎么工作 学历也不这么管 所以做兼职钱也没这么多 就像 就像钱要花高了 然后那个工资卡里面 因为那卡里面也没多少钱 剩下的 都是以前在公司上班存下来的 也没多少钱 就舍不得花吧 也不够 真的要花的话 我钱抓去花光挣的 如果弄光的话 我也对不起我妈妈 然后我想我爸也不肯 后来我朋友说 偷点钱 偷了去看病房 后来 我到我朋友那边开了个病馆 小睡不来 但是我朋友 就给我 为了要 要回钱 就给我阿姨打电话 把我骗了回去 然后当天晚上 他为了钱 就直接看电灯 进来 因为我失眠嘛 前天晚上 那时候 一个晚上睡不着 第二个天晚上还能睡着 回到家 刚好还是 开始困了 然后能睡着了 但是我把我的 就是我为了拿起 开了电灯 就困 慢慢消失了 然后 就睡不着了 不然很多的困 就是要睡着了 电灯一开 就睡不着 因为 我的生活中 特别弱 特别弱 特别迷路了 弱了 就灯光 灯光一开 就封不清楚 白点黑夜 封不清晝夜了 就困 就 停止封面 那个 退一束了 就彻底 重灭了 很清晰 然后就彻底 睡不着 每天晚上睡不着 要吃点药 吃点 吃点那个 中央中央羊 但是效果已经不这么好了 前睡没有 有的时候 打着说 一直晚上都睡不着 晚上很痛 洗了 胸翻 头很痛 胸翻 非常痛苦 呼吸也很难受 头痛 嘴巴干 有肿块 然后 吃不下饭 想吐 非常痛 难受 然后又有一天 起来的 起来 就 汽车都没有力 在医生 在医院 我 住院的时候 住院的时候 晚上上厕所的时候 睡不着 晚上睡 上厕所 晕倒了 彻底 眼睛一黑 然后人 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就在地上了 醒来之后 非常痛 怎么倒都不知道 就只知道眼睛一黑 人都不知道 就跟死人一样 然后 是 安眠药也不敢吃 吃了就是 因为我又发现 他们吃了 一直吃吃 有些安眠药吃了 最后就没有效果 就是 吃了也睡不着 所以 一直是 反对安眠药 然后呢 所以 我对这个人 也是 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 心里很难过 这样的事 会发生 在自己身上 我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死 自己也没什么钱 他还要 我已经搞了 你要别人数研资金 我连电脑都没有 我自己一直想 没想 有能买一台电脑 就是因为钱的问题 还有工作啊 什么的 我就一直没买 买了的话 我看病 生病 还有其他的 我如果去 想 不行 说 为了自己安全 安全说了 不该说了 去做过 申请政治憋库啊 也要钱 是吧 我感觉 这点钱都不够了 就怕人 这点钱不够啊 我们还租房子 还有如果 生理 生理不动 还要 在小法庭里面 一名小法庭 大官司 还要去 去律师也要好 去钱美金 美金 跟人民币 那几千万金 几百块钱 是不一样的 汇率很贵的 人民币 非常不值钱 一千块钱 房租的话 估计要 一万块 差不多一万块 人民币了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感觉 对这个人很难说 我在那个视频里面看到 中官媒的话 说是 他那个边是一个脱贫线 民旗扶贫了 哪里扶贫了 哪里扶贫了 还是呢 还说有人 捐那么多钱 还这么穷 我现在知道 这些钱 去了哪里 居然 捐了那么多钱 贫困 这叫脱贫啊 那么穷 这叫脱贫啊 明显是骗人的嘛 心里 非常难受 我这里也不算很穷吧 但是 有困难的 也很多 像我们家的 我妈 等脑机水 健康看病 家里也没这么钱了 没这么钱 也很贫困 因为我爸就 做水利工 从来几万块钱 通过之前的努力 存了几万块钱 他们就去银行查存款 就把这个地保护就取消 本来我们家有地保护 本来 因为这个就取消掉了 但是有的话 也没多少钱 就一千 一千多 一千多块钱吧 吃着用 就吃着买点米 真的吃着用 看病了 不够用 还有就送些油啊 米啊 然后去银行这些钱没有了 收也没有了 后面还有点钱 就是只有钱 吃着就没有了 然后之后就一分钱都没有 很多稍微会去查你了 如果稍微有点 有点 一两万万块钱 充分 稍微点钱 它就把你拿掉了 有汽车的话 可能能理解 有买的汽车 车都养得起 车都买得起 你还要这些钱干嘛 对不对 但是对不好 我们这些非常贫困的人 我就努力的存一两万 都很正常 我们要一点钱 不能吗 你们给我一两块钱 一两千块钱够吗 够用吗 一两万 正常 如果这 稍微一点钱 这么点 一两万的 我感觉都不够 就给拿掉了 用那么多钱 不给我们老百姓 一分钱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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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他妈的 所以心里 心里非常难过 也不是什么事 有 有 他们就是不老毛富人 有富人 都是做生意的 但是有几个人 能有资金 有能慢 去做生意啊 是不是 做生意 开公司 开工厂 要不是说说贷款 还要利息呢 还不进 如果生意不进 然后去 你要被一屁股在呢 被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利息很高的 随便 随便 几天 就好几百 利股 利股 过了很多钱了 这不是开玩笑 我们这里 有个东方五万元的 那半人就是 借起来 然后里面是福 然后外面是街道 然后街道 街道就是 住那些店 结果呢 结果没什么能来住 来开店 里面也没什么游客来看 然后利息越来越多 最后我们现在卖掉了 现在虽然街道有人开店 有声音 但是因为利息一大堆啊 贷款的利息 还不起啊 都是还的利息 本机都还没还掉 所以狼板只能慢掉 这是痴迷 所以 我是非常难过 因为他就是因为没有钱 看病 就这样病死 然后这个糖尿病的药 也没有另外免费的 他也没 因为没有交情 医保又停掉了 没有停掉了 也就 报一半 一半还要自己 一大堆费用 一大堆交 也报不了多少 自己还要掏很多钱 心里真的很难过 看来想哭 我现在也 然后大陆的网络 牛街点 不是很慢 也不这么更新 身体也不这么好 也睡不着 也没有 现实去拍视频 或者去弄其他视频来更新视频 我更新拍出来也差不多要 一两天的时间才能成功上到YouTube B站我也有评论 但是B站的话 不怎么做 骂人的脑子有问题的很多的 所以看了也不舒服 最近 随便发了个评论 什么 就一大堆人骂人 我也不这么喜欢在B站上传视频 所以基本上都是YouTube 然后两三个平台传的话 也很那个国内的 类似这种视频的话 也不允许传 优酷的话 也有一个 但是也不那么传 优酷基本上是搬用视频了吧 这次的视频就这样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为我的点赞 分享 订阅 然后 也可以 喜欢我的视频 也可以为我 为我 赞赞 赞赞一下 下面有赞赞的方式 然后制度吧 还有配鸟都可以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